解离症案例 我是在这20年左右 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手术 总共进出手术房17次 我在104年的10月 并发了解离症 那解离症的话就是 吃饭啦洗澡还有走路 都是一步一步学习来的 在106年的元旦 接触到原始点 台南的志工姐姐 教我一定要来这边上 手法班基础班 回家之后我自己也做了 大概只有做到三成 所以在今年的暑假 6月28号 我正式来到台中的原始点 那那时候呢 才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点 就真正的体验 刚来的时候 人还是非常恍惚 没有办法很清醒这样子 整个头颈部都是麻麻的 而且是好像卡住一样 走路也不太敢走 走路的时候看到树跟房子都会摇都会晃 头痛起来也好像说被撞到东西这样子 所以身体从头到脚 不是麻就是痛 常常有耳鸣 睡觉的时候有一种 轰的声音 特别的大声 我就是从内心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会好 我一步一步的做 我是从运动开始 运动来讲的话就是刚开始不太敢走路嘛 可是到现在是可以走两个小时的路 就是走路运动的时候呢 师兄他们教我就是要有一点喘 有一点流汗才可以说是运动 再来我每一天都会煮姜汤 我是煮一斤半到两斤的姜汤在喝 每天虽然煮姜汤切姜汤都会腰痠脚麻 可是我还是持续这样子做 再来我按推的话就是有师兄师姐还有朋友帮我按推 现在的话我利用那个手褶的工具自己也会按推 我每次按推完我都会给我自己温敷 因为温敷很重要它可以马上解症 让你身体呢会比较舒服 我很高兴说我现在都不用吃药了 也不用吃软便剂也不用碗肠 那安眠药更不用吃 师兄有提醒我原始点要活用 因为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太剧烈太快的话 头部都会痛起来 这时候赶快用软软包温敷 马上就可以解症了 我还有一段可以进步的空间 希望我好起来好得更快 我也会每天好好的做 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再分享 谢谢你们